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德国法兰克福 柏林 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等世界各地和美国各个州累累获奖 被台湾和多个亚洲地区担任纹身大会评委 并且是美国纹身艺术总工会的成员 更是很多好莱坞明星 导演和香港歌星的御用纹身师 Lucy是美国乃至国际上公认的纹身大师 有很多客人进来就说我想要一个纹身 可是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纹个什么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量 第一就是说这个纹身的意义对你有什么意义 就是比较不会后悔的 比如说你以前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一些想要一直记在心中的记忆 就是把它用这个图案给呈现出来 然后第一个考量或者是就是去呃 去呈现自己的的风格 比如说有些女生她们很喜欢甜美的样子 所以她挑选一些很可爱的花朵啊 或者是小动物啊在一些比如我们穿背心的时候可以露出来 会让人家对这个女生有一个甜美的印象 就是去表现自己的风格 总而言之我们选择的图案不要均一于呃某一方面 可以说是来自点点滴滴的生活 可是要高于生活 然后这样就让我们的想法会有更多 加上于我们的创意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呈现一种 另类的艺术 里面 внут但抵上TV 四 visually会上写的时间 我们最后一段时间再见 第一个组合选 第三个组合选 呈现 Para saya 20分钟 年轻的时间 ! 一